作风优良 能打胜仗 仅仅因为这句笑话就被罚款1400万 仅仅因为这句笑话甚至还有可能要被判刑 有不少网友都被感叹呀 温哥2.0马上就要来了 你看着吧 照着剑儿下雪 用不了多久 就连台底下哈哈大笑的那些观众都被抓起来呀 受这次事件的影响 陈佩斯老先生多年以前的一段访谈又火了起来 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来看看陈佩斯老先生是怎么说的 你知道我们在30年前要出去演一场喜剧有多难 怎么说 不会笑 出去演出很多地方不会笑 就这么绷着脸 就绷着 他觉得好像可乐冷 哎 对对对 他要看周围 克制自己 不能乐 不乐 而且好容易乐 都是 呵呵呵 呵呵呵 不能示范 不敢乐呀 不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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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那个1984年我们那个春节晚会那个小品 研究了多久 没人敢拍板 最终导演黄一鹤拍板了 出了事我负责 但是佩斯老毛 一个字都不能错 老哥这告诉你 一个字都不能抓着我们俩的手 都到这种程度 你说说 因为哪怕是说错了一个份 就有可能要招来灭顶之番 以前的言论审查就是这么的严格 但是想必老先生 做梦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过 有生之年还能碰见第二回 其实不仅是陈佩斯老先生 现如今饱受人们诟病的相政前辈江坤 也曾经专门用文艺作品 讽刺过文革 并且这段作品非常罕见 而且相当精彩 我对于这段作品 专门做出整理 把一些绘色难懂的方言 专门做出了普通话的字幕翻译 以免有些谈判观众听不懂啊 而且不仅如此 接下来我播放的内容 前两分钟是这段唯一作品的精选部分 省得有些观众没有时间 两分钟以后 才是这段唯一作品的完整内容 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一起来看 接下来这段相声 您您听说了吗 什么事 老舍投了太平服了 听说 还不光这个 那马连梁都让人家挂牌子游了街了 什么时候 轮到咱们爷们 我估摸着 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不定哪天呢 哼 此类 满开豪情 看着这天到来了 我是资产阶级传生虫 我是修正主义 害人虫 我们表演 心向上 不许笑的心向上 不许笑事向 这年从谁笑的出来 对 笑能松懈人的斗志 笑能腐蚀你的阶级感情 谁笑谁就是反革命 一次呀 我们就看得清 可东风啊 它吹到红旗上了 红旗在那飘呢 哪个是东风 那边 红旗奔哪边飘啊 你东风吹的嘛 红旗它就往西边飘 这所有的红旗 都要奔在西边的话 这不是向往西方吗 革命红旗我向东 哗啦 哗啦 向东风站那边来 西风刮的 西风要压倒了东风 这娄子更大 革命红旗我冲南 南辈儿那可是台湾 革命红旗我往北 北辈是粗修 革命红旗我冲上 举手投降 革命红旗我往下 不是人模样 革命红旗我转圈 来回不定 革命红旗我没准 立场不闻 革命 革命红旗我不举 革命红旗我今天打到你 革命 革命红旗我交给你 革命红旗我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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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说话,他怎么不理我呀? 咱们团长,咱们老刘,甭问这是揪出来的。 把他都给揪出来了? 什么时候?估计是昨夜的时候, 我们上海一块学列宁拳击呢? 他不是不认识字吗? 他可能对不着看他。 您听说了吗?什么事?老舍投了太平服了。 听说了,还不光这个, 那马连梁都让人家挂牌子游了街了。 什么时候?轮到咱们爷们儿。 我估计着,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不定哪天儿呢? 哼,各位,满开豪情,看着这天荡来了。 有看热个的吗? 没准热个也不好看,是这话,我出个主意。 您说,咱们俩自己跳出来行吗? 自己跳出来。那怎么跳啊?您带着我出去才游行进去。 就咱们俩人儿,出门就给他喊口吧。 咱们喊什么词儿呢?你出门就喊。 哎呦,我说去半岁,你瞪就没问题。 你坐死了你,你倒是痛快了,加了老婆孩子谁养官。 再者说,咱俩俩大伙这么些年了,你这一跳出来我也隐藏不住了,不是吗? 说着点什么话让人一听还是错误。 那依着您的意思呢? 依着我呀。 依着我,咱们这么着。 咱们这么着。 老天爷还说像是。 你别等他找咱们,咱们主动找他去。 咱们给他慰问演出。 你想啊,咱们上赶着你给他慰问。 我就不信他还拉着下脸来把咱俩俩给揪出来。 您别说,还真是什么个意思。 是不是? 可你现在是像是怎么? 你现在就得说着革命向上。 革命向上? 张嘴就是革命词。 都得改喽。 都得改词。 一上台, 学徒将暴婚上。 别往悔改啊, 这学徒俩对咱们扔了多少年了。 现在得说是革命文艺战士。 上台一鞠躬, 快鞠躬可也不能说。 那得说是, 啪, 上革命文艺舞台。 杀上来。 得杀上来。 得杀上来现在。 行。 不去功道, 我轻上。 咱们俩俩就醉了。 醉点神,醉点神。 咱们先得学会站着。 站着谁不会? 这我听说现在都让这么站着了。 明白? 金字幕。 诶, 金字幕。 你那个金反了。 一人一句。 一人一句。 不能照过去那么说了。 对啊, 拿我这开头啊, 张子嘴就是革命词嘛。 红旗舞东风。 红旗舞东风。 我舞东风, 您就被舞东风了。 红旗舞西风。 西风啊, 你这不是找事了吗? 我说舞东风, 你别顺着我这说, 你别跟我说。 咱们不能舞虫的。 别虫啊, 红旗舞东风。 东风, 红旗舞, 红旗舞。 红旗东风舞。 舞东风的那得是红旗。 这倒是不重样。 车夫的话来不说去。 您没心, 没心事啊。 一步子心事。 您说这红旗东风, 您就别折腾我这两颗。 咱们插开一个。 啊,我开了这啊。 啊, 红旗, 我都舞上回来了。 红旗舞东风。 哦, 啊, 也不行了。 我好气过长空。 这就对了, 我往下见。 来, 革命文艺协徒, 战士。 革命文艺战士, 我杀上台, 来, 我不居功。 这不行了。 这不行了。 什么叫不居功啊, 这个啊, 真的干什么。 我交枪, 什么? 我故意到那儿, 我往后撤, 我往前鼓。 我进攻, 进攻, 进攻,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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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儿, 轰仓哩。 这叫, 走了资产阶级文艺黑线, 上来了我们无产阶级文艺学徒。 您怎么学徒呢? 那我说什么? 先锋, 先锋我可够不上。 要不我说学生, 啊, 学生我又不像。 哎, 我怎么说我, 我怎么说我, 上来了我们无产阶级文艺, 红小兵。 你把气儿放了, 就你练回来, 你看红小兵, 跟红四令长。 红四令那是贪老人家, 我也就对付个红小兵吧, 像不像您各位凑合着看得了。 今天我们来表演。 今天我们说相声, 不是过去的旧相声, 是改造出新的新相声。 为什么不说过去的旧相声? 因为它太老太旧, 太难听, 旧相声, 输谁输老? 除了侯果林, 就是江国坤。 你就是江国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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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江国坤, 自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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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出来。 走好玩, 一窜就出来了。 你又走那儿, 你这人家, 你是干嘛的? 给你讽人的。 讽人家, 那我如夫妻, 那我要揪出来, 你还在那边, 你还在那边, 你还在那边呢? 嫁机随机, 我也绝认。 我是资产阶级传生虫, 我是修正主义害人虫。 我们要把自己打攀在你, 再踏上一万只脚。 我们俩是妖精, 谁是妖精? 都自己踩自己了, 那不是妖精是什么呢? 老爷子, 这不就逗个乐吗? 你还能往那个牛鸡里面钻, 你干嘛? 知道在咱们俩这儿说相上呢, 不知道, 这不就是批斗会吗? 这要让街坊邻居一看见, 回去把我们家就给抄了。 他说, 你和你这人缘混了, 和他一这样, 回家把那个家抄了, 你要是这人缘, 这才从谁讲人缘? 亲不亲, 街地那边分了。 接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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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表演, 心向上, 不许笑的心向上, 不许笑事向上, 这年从谁笑的出来啊? 对, 笑, 能松懈人的斗志, 笑, 能腐蚀你的接近感情, 谁笑, 谁就是反革命, 你刺牙, 我们就看得清。 看着了, 刺牙了, 刺牙了, 呀, 那那就是天笑, 亦笑, 而有人在冷笑, 他怎么笑?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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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那还是一种坏笑, 那个女人还是坏, 而有人在吟笑, 怎么样? 我们要很严肃 我们要的是清醒 我们要的是紧张 我们要的是冷静 我们每个人浑身上下都要上好革命的鞋 每天在身上就像 像鞋子 我们要分分秒秒的马轮钉 两只眼瞪子就像 探照灯 每当我们戴上草绿草绿的军帽 我们先跟领袖觉得 他近他近 每当我们穿上了草绿草绿的军鞋 我们的脚和脚之后顶子紧紧蹦蹦 每当我们戴上红红红的袖章 我们的斗志就 别搞磅声 回到我们系上这紧紧紧紧的腰带 我们的眼睛就越来越红 有点看不清 血压往上升 好像要冲锋 什么词啊你 这你都管那个事 咱们见过 红旗 行行行 咱们也老折腾给红旗了 这么半天一句正经话没说 我叫的也挺逗的 你脑乱了汗咱说什么呢 一个正经词没有 咱们得给人的实证 我哥们的相识能这么说 还得跟你讲 就得让大家知道知道 那老相识是什么呀 咱们你解放了 咱们咱们新相识是什么呀 你说你 有了 您站过来 您是老先生 您肚子里的宽重 您说一句 让大伙看得实实在在地 像是别人什么东西 不就得了吗 让我 我在旁边给您站住 以后慢慢地后说 您再说 重新弄 正儿八经了 让我说一句 行了 今儿我就卖卖老 职工职令地给大伙说一段相声 哭疼老树昏秧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寿马 西洋西下 多长人在天涯 几句惨词道败 大肉大肉鱼 知道残词您还往直说呀 这不是定场诗吗 什么定场诗呀 就就你这首诗一出来 复古 复旧 复辟 你这站三条 学艺的时候 学艺 现在什么时候了 什么时候了 现前的诗词您不用 什么现前 领袖诗诗诗 你得 这儿放了一段老主席诗诗 那说出来什么车子呀 好 对不对 风雨送春飞 好 飞雪迎春到 好 已是悬崖过上 病怎么样 游游花之翘 您听听 几句惨词道吧 你给我招事啊你啊 什么惨语 不如顺着往下说 一句顶一万句 你能那么多 不许说了 我求求你 别说了 咱还活了 你这 你甭顺着跑车了 你弄点固定词 唱一段行 您唱一段了 唱一段 这东西你飞完了不可这样 我说不招事带着 我给大伙唱一段 不是不招事带着 你说一说 你这玩意吗 不带着心 不害怕的 革命歌曲 我信心啊 那不革命 还哪让唱的呢 北京的金山上 广望就找了四方啊 没份跟你说 你干嘛去 你这 你怎么来打谁去 打谁去不是做个身段 什么做个身段 你上山上 你这要打人呢 我跟你讲就这样 要揪你个仿得病 一点都不怨 不怨的 伤回了 再一再二 没有再三再四的 那开始吧 你跟弄一个枯头老鼠 我们一样 你这不找事吗 二一回让你弄出 一时死你 一高 这是残词 这一条就够你一呛 现在还 你上来 你上街山上 你打人呢 我跟你说 再不要揪 揪你那去 我还不跟你去 真是的 你左拉拉不住 你这就顽强 自我表现 这前提是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咱们都是 从那会儿过来的人 现在你会让弄 这个谁会呀 我会 我会 你会这个 没吃过猪肉 没见过猪 怎么走到吗 我一会你来 我来你我来 你唱这段歌 你唱什么歌 这是少数民族乐趣 撒影 你看人家那个 宣传 都演这词 人家这么大长寿 这样乌鲁起来 我看你怎么护了 我给你护了 你看着 我叫这人吗 学着呢 不学着你还想活着 我看你了 刚才我可看见了 你这是怎么回事 这咱们就给你呀 说的说的 这叫毛主席向了放光芒 哦 这是毛主席向了放光芒 那向在哪呢 北京的金山上 向在金山上 哎 你这箭头住哪边 什么叫箭头啊 你让大伙看看 你这整个一万箭齐发热 就过去了 那 那可能刚才那种子 我们这次做法 应该是出反了笑话 反了就完了 你这里头有问题了 这 这是 是 是 是个问题 你看 在这里边有个认识问题 认识问题就行了吗 往深了想 往深了想 这不是也 也是个 立场问题 光立场问题 我不至于跟你花这么大活 还是往深了想 往深了想 这个 主要是 思想里头有问题 哎 站点边了 再往深了想 凌婚深处上纲上线 到底的究竟有什么问题 你得好好想 我反革命行吗 反革命现行 反正刚放出来两分钟 行不行 行不行 你干嘛呀你啊 我说什么来着 我说我出去自然喊口 你玩的不让我去呀 我现在我等着急 走救出就好了 我跟你讲 现在我出门我给喊你 哎 你出门了 人家喜欢 再等会儿 你等会儿行不行啊 你要不是刚才 你要不是刚才那么数了我 我不这么挤的你 到这份上 咱们就得绝驴破墨 两旧或者 能顾过面来就行了 这回呀 你唱 我跳 你也别说我上金山上打人街 我也别说你把箭头弄烂了行不行 行 你看这人都怎么了 就跟那个炮 上这一点就着了 这些个人哪 都跟那摔跤的似的 全都叫着进哪 也算乱个性 是 您刚才这么说 我想也是 咱们俩人别招事了 咱也唱一段歌 这歌呢 离那金山上了 什么领袖咱都远着 不烧香啊 不饮鬼 咱们唱个国际题材 好 唱哪一段 就唱那段 这歌词是 东风吹呀 战不雷 现在世界上究竟谁不雷 就唱这段 好不好 这事儿呢 挑不出毛病 咱们就这么说 您呢 做几个动作 我呢 后边我给您量 来来来 东风吹呀 战不雷 谢 我让爷们 您说我多久 您您给大伙说 您这这算怎么回事 就你问这个 你不是唱那个 东风吹吧 东风啊 它吹到红旗上了 红旗在那儿飘呢 哪边是东风 那边 红旗奔哪边飘啊 你东风吹的嘛 红旗它就往西边飘 这所有的红旗都要奔在西边的话 这不是向往西方吗 你东风吹的 我向东风吹啦 向东风在那边来啊 西风刮的 西风要压走了东风的楼子更大 革命红旗我冲南 南辈儿那可是台湾 革命红旗我往北 北边是苏修 革命红旗我冲上 举手投降 革命红旗我往下 不是人模样 革命红旗我转圈 SY不敬 革命红旗我没准 立场不闻 革命红旗我不举 革命红旗打到你 革命红旗我交给你 感谢大家能够听到最后 现如今这个时代 能够静下心来 听一段相声的人 已经不多了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段相声 出自中国第一部相声舞台剧 明春曲 是由江坤挑大梁主演的 就像说话剧一样 给大家展现相声 一百多年以来的发展历史 相当图在1995年左右 相声舞台剧明春曲 在中国巡演了上百场 反响相当热烈 至于大家刚才听到的 这一小段相声 这其实是相声舞台剧 明春曲的一部分而已 这段相声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名字 如果非要给他冠上一个名字的话 可以叫做文革图 有些朋友会知道 网上很多人都在说 江坤所有出名的相声 全都是出自梁左之手 都是梁左为他创作的 自从梁左死历后 江坤再也没有过好相声 其实这话吧 也不是特别准确 就比如刚才这段相声 您听着感觉怎么样啊 经过多方考照 刚才这段相声 就是江坤自己创作的 江坤也没有那么不堪吧 那么大家再想想郭德纲呢 现如今的郭德纲还说相声吗 光顾着捞钱了吧 那么现如今郭德纲 带出来的几个得意门声呢 相声又说的怎么样呢 比如什么 秦肖贤 张云雷 甚至岳云鹏 他们说的 那叫相声吗 全都是耍贱 卖萌 卖鸡 卖斧 你真的听过那玩意儿吗 你真的懂相声吗 那叫相声吗 所以说 想当初 郭德纲痛治江坤 仔细想一想 印证了那一句话 屠龙者终成恶鲁 谢谢大家